欢迎回来 今天是长江东方之星克伦 帆船事件头七的日子 目前遇难的人数增加到431人 14人生还 还有11人下落不明 昨天晚间 一些家属来到距离沉船 现场一段距离的长江江边 祭拜罹难者 不过大陆媒体却出现多篇 鼓吹国家处理英明 被救者和国民应该感激 涕零等新闻报道 却没有究责跟检讨原因 引发网友在微博上 痛骂式悲剧中的闹剧 师堆上的舞蹈